王永和 郑诗诚 为什么 眼睛只有两个 牙齿有这么多颗啊 这么冷的笑话 连你都知道答案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再会讲话的人碰到牙医 都要乖乖闭嘴 对 而且你知道 可是真的 你在路上 满街都是牙科 可是走了半天 看不到一家眼科 这是真的 而且现在牙科越来越 越来越modern 你看他前面那个 Exception就是那个招待的地方 都越来越洋化 都好漂亮 当然我们不是要讲这个事情 而是要讲说 牙齿这个东西 因为它嘴巴里面 那我们 这个以前中文有句话 就是说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人命 对不对 所以牙 其实跟全身上下都有关系 呈现在牙上面 而且另外一点 其实你说牙跟我们的生活品质 也很有关系 对 你有时候看着满桌菜肴 就牙齿不好咬不动 对不对 就会咬牙签 对 而且另外还有人说 其实牙齿可能跟一些 慢性疾病都有关系 会有这么多的关联吗 对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牙齿的知识 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主委 黄茂川 黄主委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委啊 这期的长春月刊杂志里头 它封面也特别说 如果我们的护牙知识是错的 比不护牙更糟糕 反而会让牙齿更糟 所以 因为以前我们的常识里面 就是早上刷牙 后来在早上晚上刷牙 后来现在是刷五次牙 早上刷牙 然后吃完早餐刷一次 然后呢 午餐刷一次 晚餐之后刷一次 睡前刷一次 总共五次 平常还要替 还要用牙线 牙线保养 所以这是正确的吗 是的 在那个医学执政 来说 我们每天至少是 至少要刷两次牙 而且最好是 如果那个碎前刷了再碎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除了刷牙 所谓节牙部分 除了刷牙之外呢 还是需要用所谓的牙线 清除那个牙 零尖面的牙齿 零尖面的菌斑 才会确实有效的 彻底清洁 我们口腔清洁 那牙线跟牙尖刷有什么不同 哪一种比较好 我想牙线或牙尖刷 都是清除我们那个 零尖面 牙缝的菌斑的工具的部分 那牙线的话 它可以成一个 当然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但是如果选择牙尖刷的话 可能牙尖刷的大小 可能需要牙师建议 因为每个牙齿尺缝会有不一样 所以要选择不同的大小牙尖刷 对 可是牙尖刷一般来说 都比牙线要粗 所以我听过有人会在意说 那个牙尖刷会不会越用 那个尺缝越大呀 我们不管用牙线 或者牙尖刷 我想最主要是用 那个机械性的力量 把那个所谓产生牙周病的菌斑 或者那个取齿的菌斑 那个致病的因素 危险因素 这个菌斑部分把清洁干净 所以是用机械性的力量 比如说用牙线 是用克尔茨形 西字形的部分 把那个菌斑去除掉 但牙尖刷的话 要选择四度的大小 要有办法适度把 那个所谓菌斑 拧接面牙齿 或拧接菌斑 把它去除掉 那如果太小了 那个牙线 那个牙筋刷的部分的话 是没办法彻底去除 那如果太大的话 可能会造成那个牙印的损伤 等一下 所以你说机械性的力量 意思是说 我们手自己要有一个 适当的湿力 所以牙线 您刚刚说要用C型的 不是说一根直接下去 然后这个直接上来 不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们牙齿是有 是一个那个曲度的 所以我们是顺着一个牙齿的 那个曲度 就是机械性的方式 去把那个牙齿的根肩 或拧接面那个菌斑 把它去除干净 所以一个 一个细 那个一个肩 那个那个 拧接面的部分 是要操作两部分 一个是左边的牙齿 一个是右边的牙齿 是用可能曲线性的部分 那我们那个牙筋刷的话 是要选择四度大小 所以市面上 或者牙医 神所所推荐的牙筋刷 是有不同尺寸的 那如果说牙筋刷进去的话 它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牙线 要曲线 然后两边 那牙尖刷呢 牙尖刷大概是 就是要选择那个牙缝的 那个大小 那个大 对 那施力方式要怎么弄 有没有什么曲线 什么这些的讲究 直接上 那个前后 前后 就是往夹 往蛇 这样前后 去除就可行了 但是最主要是大小的问题 那牙膏 之前说有什么 还有什么三绿沙 什么的一些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挑选牙膏呢 我想三绿沙它是一个所谓环境荷尔门 那我想最近也大家是会让的那个关心 那它我想最近 我想环保署也是非常关心三绿沙或等等的环境荷尔门问题 那牙膏某些部分 是有含这些部分的所谓的义菌的部分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只是微量 但目前是在那个 那个在在这个牙膏的那个含那个含量之内 其实应该如果说是在政府允许换问之内 确实是还是个合理使用的 就你觉得现在只要能够上市的应该 应该大体来说都不会有大问题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说这是要有政府来规范它的那个标准 我想相信我们政府的话 市民监狱那个会规范这个部分 主任现在有非常昂贵的牙刷 就是一只要好几百 那这种牙刷真的有比较好吗 所以牙刷的材质 有一只十块钱有一只好几百 而且还有什么软性中性 然后还有什么牙刷头要经过这个这个膜的 这种东西到底我们这样去选择适合的牙刷 我想那个刷牙的方式 我们讲的彻底化 把每个牙齿的牙合面唇侧面跟舌侧面 都尽量把它去除干净 再配合所有牙齿凝界面 用牙线或牙尖刷把它彻底去除干净 把那菌斑拿掉 那所以选择了牙刷的部分 我们大家建议就是 就是比较稍微比较软的牙刷的部分 而且是软牙刷的部分 而且能够稍微轻轻的按摩我们牙音 就是把那个菌斑 那个指尖部那个菌斑能够把它去除干净 所以不只刷牙 还要牙齦要按摩 用牙刷刷牙齦 那个牙齦不会痛吗 或者受伤吗 应该不是刷牙 是轻轻的按摩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牙医界推行的是 所谓背式刷牙划 背式刷牙刷 背式刷牙刷 就把它转过来 那个背面是没有牙刷的那一面 是不是 不是不是 背式一个像贝壳的背 背式的名字的部分 那这个背式刷牙划部分呢 我想在牙医界或者在学校 在教学的时候呢 多次在推行给我们小朋友 教导背式刷牙刷 它是一种可以让有个顺序 而且能够让牙齿 还有说牙医 能够做彻底的清洁的部分 在文献 在我们文献 我们经过那个十几年的部分 最近我们台湾有投稿一个 SCI的医学文 在牙作病的期刊里面 彻底知道说 有用这种方式的背式刷牙刷 它的所谓的牙齿的 那个经过十几年的追踪 那它的牙齿的牙周的情况 还有口香清洁 它得到牙周病的那个 或取死那个 那个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话 相对比那个没有用 使用那个背式刷牙法方式的话 是明显有差别的 不好意思 对 它背式刷牙法 我刚看那个图解 其实用牙刷还是用刷毛这一面 然后它包括刷牙 包括刷你这个牙齿旁边的牙齐 它到里面也去都刷 对不好意思 我刚才为什么会想到 以为是那个背面的那个背 因为背面感觉像很像 用手指按摩的感觉 因为有一些牙刷 它现在标榜 就说你 对啊 你另外一面 它会有一些什么凸齿状啊 或什么的 就说可以让你帮忙清舌胎啊 然后清一些按摩一下牙龈啊等等 所以说刚刚主任意思 刚刚这个主委意思就是说 其实材质就是比较软一点 就是不一定要买这种昂贵的 然后你刷牙法要正确 对不对 刷牙法要正确 还有还有一点 主任请问一下 这个主委 就是那牙刷是不是要常常更换 是的 牙刷如果说有 我们从背面翻过来看 如果说看到就是牙刷有外翻 有变形 其实牙刷就该换了 洗到外翻应该洗很久了 我般来讲大概是一两个月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该换了 对对对 那尤其如果说有 在学校里面 他们会有参获解牙的情况 每一小朋友都有牙刷 那如果说遇到流感的情况 或者家里的话 有流感的情况 其实这个 我想牙刷不要说那么亲密的接触了 这个也会互相传染这个口水的部分 当然一支 而且牙刷最好是分开 不要把它集中在一起保管 不要集中一起放 不要碰到 就是一个牙缸就一个牙缸 就一个牙刷 这样自己放自己的 保持干燥的能力 对对对对 干燥 那如果说遇到这个流感 或者有刷毛 有外翻的部分 其实应该就把它换掉了 等一下我们回来 我们还要请教说 这个牙刷的部分 其实现在还流行电动牙刷 它标榜说 你手在那边刷 刷十分钟 比不上我用这个电动牙刷 以前还有 一分钟就是上万转 以前还有冲牙机呢 对 其实这是不是真的有用 还有漱口水 甚至还有口香糖标榜说 哎你饭后来一颗 来一个无糖的 我帮你加点几个牙 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们等会儿来聊 12点20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六星 我们电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施成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是牙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 黄帽栓黄主委 摊开这个 这个所谓的错误 牙齿 护牙知识 让牙齿更糟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护牙知识 刚刚提到了这个牙刷 拉牙膏等等 现在还很流行 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感觉起来 是不是真的就很厉害啊 比你手动牙刷 在那边刷的要有效率多 对啊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吗 因为他一直宣传他的效果 我想电动牙刷 如果说好刷的话 我想也是蛮好的 只要是他那个唇面 那个舌侧面 还有那个舌侧面多刷干净 那我用手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用电动 因为电动牙刷 它还是跟牙刷一样 是用机械性的一样 可以把一些菌板去除掉 让我们用一手画 大概是拿着 没办法把菌板去除掉 你的手的震动没办法那么快啊 它标榜 如果说刷的牙刷 当然是可以啊 那我是说用手指头 是当不可以 我刚刚听错了 对不起 没有啦 是说电动牙刷 是不是真的比我们自己 用手来动的这种方式 对 效率会不会比较高 因为它标榜 比如说它可能一分钟 最少的六千转 或者我看到现在 有些标榜什么 一万两千转啦 等等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会说 它等于刷的比较密集 比较 我觉得它是有效 但是还是需要说 每个面多刷干净 但是它零件面的部分 可能是没办法处理 还是需要用牙线 跟牙尖刷来使用 我想这部分 是在使用电动牙刷的 那个使用者 听众的时候需要注意 零件面的部分 还是要需要牙刷 需要牙线跟牙尖刷 来辅助 所以不管是用 什么样的刷牙工具的话 基本上牙尖刷跟牙线 还是需要的 对 因为它是牙缝 不可能说你那个牙刷 能够深入到那么多的牙缝 所以说到牙缝 那个叫做什么 充牙剂之外 还有那种 我们就说那个牙齿 那个牙齿的清洁液叫什么 那个 漱口水 对 漱口水真的需要吗 我看很多说 你有地方刷不到 也弄不到 用漱口水 水进去就搞定了 我想漱口水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辅助的 它是没办法 像我们用牙刷 或是牙线 或是牙尖刷 去去除我们菌斑 机械性 它用水是冲不掉 我们的菌斑部分 所以它只是一个 辅助性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是 刚好口腔有伤口 或是做完牙刷手术 或止牙手术 或是一些 没办法 就是做好的 口腔清洁的部分 可以用漱口水 来帮忙补助 这个部分 当然有些漱口水 是有其他的功效的 比如说在小学 那个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们政府有实习 那个说含糊漱漱口水 它是有用 0.2%的浮发物在里面 那浮发物这个部分 它可以确实有效 含糊漱漱口水 可以降低小朋友的趋势 大概到达百分之二十六 person的部分 它是一个礼拜 使用一次的部分 那如果平常在家里的话 是用比较低浓度的 大概0.5person的 那个含糊漱漱口水 是确实是可以帮忙 降低那个趋势的化身 这个不是功能性的 是防取用的 所以说那个漱口水 如果你不是有一些 特别状况的话 基本上你用或不用 没什么差点 它是辅助性的 因为它需要你 赶快用它 它好赚钱 所以它希望早上来一杯 晚上来一杯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那个缝隙 没有办法进去 可是水可以进去 可是卓尔的意思是说 它就算进去了 它的效果它还是冲不掉 也不见得 对 所以因为最近 因为最近 永恒应该看到一个广告 就是 就是检查 牙医师检查的一个人 他说 你的牙齿非常好 那个人 这个就 耶 整个牙漏出来 后来说 可是 口腔怎么样怎么样 据说 整个口腔 就是口腔的 不止牙齿 其实口腔的状况 是不是我们透过洗 这个刷牙各方面 也可以掌握呢 口腔的情况 除了我们最多就是 那个取脂 还有牙周病 我讲的口腔最 最关心的这个部分 当然除了口腔的方面 当然还有口腔联膜的一些 那个病变的部分 比如说这些 癌前病变 或者是退痒 或者那些口腔癌的部分 也可能在口腔联膜 或是舌头 这些卵土脂 口腔里面的部分所发生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口腔的异味的部分的话 除了当然 可能是有蛀牙 或者一些 或者亚洲病 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味道之外 当然我们系统性的疾病 可能也 比如说鼻豆 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一些糖尿病有问题 我想系统性疾病 也会影响到口气 那个清性的部分 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对啊 那等一下 我们会请教那个主委 就是说刚刚提到什么 糖尿病影响口气 他到底是不是 是谁影响谁 还是互相其实都会影响 如果你口腔不好 对于那些慢性病 也会有影响 我们等一下请教 可是我再请教 我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如果说 连漱口水都没办法 把牙菌掰那带走的话 那怎么办 那口腔糖就更别提了 口腔糖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 如果说 我们在一个礼拜 一天至少要解压两次 我想这是 医学文学要求的部分 当然最好是 掺和解压 因为掺和的话 马上我们口腔的情况 就会变酸了 有人说五分钟之内 是不是 那那个酸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产生 就是脱钙的情况 就会让我们口腔的 比较容易 会产生的取死的部分 所以最好是掺和就能够去除菌斑 把它清洁 那当然如果说没办法 就是每天掺和解压 至少说一天至少两次 晚上最好是刷了再碎 这个部分 彻底的解压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要用那个所谓的 那个无糖口香糖 比如说木糖醇口香糖部分 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唾液 就是产生唾液 可以中和我们的酸性 在某段时间的话 它可以说当辅助的 清洁的用品 所以它是真的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马上刷牙的话 那一颗也许还可以协助 多分泌点唾液 然后来中和一下 那个口腔的环境 但是它只是 让那个酸 环境比较好 不代表 你有的那些的牙菌斑 是可以帮你消掉的 是不行的 菌斑一定是要靠机械性的 用牙刷 或者牙线去除掉 好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要请教 马上回来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12点31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王永和 我是郑师 来到现场是 牙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的 黄帽栓 黄主委 这个黄医师来谈 这个错的护牙知识 让牙齿更糟 这是这期 长春月看的 这个封面故事 所以我们刚谈到 说整个牙的情况 不只是口腔的问题 包括整个身体的状况 也可以从口腔内的一些 这个征兆看得出来 对 那刚刚提到说 认真确实刷牙 真的非常的重要 是如果这个牙齿不好的话 是跟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 也会产生关联吗 是的 我想在那个 所谓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已经正式把 所谓的慢性疾病 就是NGD 就是会传染性的疾病 包括所谓代谢生活群的疾病 跟口腔健康 是他觉得说是同等 去重视他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自病因子 是非常相关的 那口腔健康 如果说不好 如果说对一些老人来讲 他可能会产生一些 误咽误吞的问题 他可能会造成 上呼吸道的疾病 甚至会有一些 吸入性肺炎的部分 那我们很多躺下来的 所谓长者 他可能没办法好好刷牙 他口腔的细菌 不小心就验到了 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部分 就会产生到 所谓的吸入性肺炎的部分 我想会对 呼吸道疾病会产生的问题 那我们的口腔的 所谓菌斑 那个牙周病的部分 他跟我们糖尿病 也会及相关 这个在很多医学文献 已经是会被证实的 为什么 为什么牙周病跟糖尿病 会有关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如果说 同时患有糖尿病的病友 他的牙周如果没有处理好 他糖尿病 大概也没办法照顾好 同时 那如果牙周病 那个糖尿病没照顾好 他牙周病也没办法照顾好 其实在糖尿病的 所谓的末端的血液型 本来就比较不好 而且一些细菌 也比较容易 会产生一些感染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对糖尿病的 所谓的 所谓的共同照顾来讲 除了眼睛 除了末刀血管之外 其实牙周也是要照顾到 可是这样讲吧 因为糖尿病 他末时要循环不好 所以他比较容易牙周病 还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是 他牙周病 他的牙周病如果越严重 他的糖尿病的情况 可能也会影响到 这个糖尿病 对 他已经是互相影响了一个因子 如果说糖尿病的病犯 他牙周病没治疗好 糖尿病是无法控制的很好 因为牙周病的一些致病的因子 他会影响到糖尿病的 一些护原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的牙齿 如果把它照顾好 你的糖尿病的病情 也会比较稳定 对 所以有些医院 包括我们酸和医院 我们糖尿病的病友 他每年都必须到牙科 去接受牙科的照顾 的部分 因为这样的话 才可以共同照顾 糖尿病的治疗 那有些人说 这个牙齿的好坏 是不是也跟胃酸 肠胃是关系 我想当然也是有相关的 因为我们牙齿 如果说好 它能够阻绝 阻绝的好话 对我们的胃的死 所谓的阻绝分泌来讲 它的负担就会比较少 我想阻绝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总经常讲说 阻绝30 就是健康100 所以阻绝是非常重要 我们慢慢慢慢的阻绝 不要说当生虎也 什么叫阻绝30 是说阻绝30下吗 阻绝30下 因为这样的话 才可以 才不会说 照着我们吃太快了 照着说我们吃的过量 那阻绝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那个肌肉 还有就是说 阻绝肌肉 能够 神经血管会比较好 其实对我们的失智来讲 也会有 会减缓失智的情况 细脚慢咽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如果细脚慢咽的话 你的失智的 这个可能性 就会比较降低 是的 因为我们在阻绝 我们也可以刺激 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 可以刺激的 所以非常重要 这个部分 而且如果计较得好 对我们的胃肠的负担 也会减少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 我认为啦 如果经过这么多努力 可是如果你抽烟 搅槟榔的话 那对口腔的伤害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那个抽烟 跟搅槟榔和喝酒 其实对我们慢性疾病 也是很大影响 其实对口腔疾病 也很大影响 所以在那个 世界为人组织 都是把涅罗斯口腔健康 跟慢性疾病健康 都要注意到的危险因子 比如说 那个抽烟 它会对口腔的联膜 对我们那个牙周 会损伤 甚至造成我们 植牙手术的成功率 都会下降 现在很多人都很夯 那个植牙 都会重建我们的腰后 但是如果说你抽烟 它会降低植牙成功率 当然抽烟 当然对我们心血管 或对我们肺部 等等疾病也有相关 那也是同时 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不好 不甘心血管疾病 或是那个代谢症候群 都不好 所以抽烟是我们 口腔健康 跟那个所谓 慢性 那个NCD 就是慢性疾病 都是相关的危险因子 所以我们同时要抑制 因为我上次看到个 女牙医师 因为我常去一下诊所 她帮她洗牙 洗一洗就说 她说 她可能认识她 说 你继续抽烟 对不对 你这个牙垢 我就不帮你清了 因为她 你只要 你把她清完 她一抽烟干嘛 又来了 我清也没有用嘛 对不对 她说你只要戒烟 我就帮你清这个牙垢 对不对 所以牙垢就那种 那种腌垢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坏习惯不改的话 你透过这个方式 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对不对 像一些美白牙膏 对于那个取垢是真的 或者那种黄斑 是真的有效吗 我想是 适度是有些效果 不过最主要还是说 不要 不要再一次抽烟 当然 当然我们大概 如果有个个人习惯 但是胭脂对我们身体健康 整个都不好 包括嚼槟榔也是 而且嚼槟榔 大家怎么样强调 你知道用何比较麻烦是 烟酒 槟榔通常是三个好朋友 都一块来的 然后就看那个抽烟的场合 嚼槟榔 喝酒的场合 就通常 这三样都一样也跑不掉 可是大家 不到不见黄河 心不死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我想抽烟 或者嚼槟榔 或者喝酒 他得到火腔癌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般人的123倍 而且都要口腔癌呢 我想一年的死亡 大概2000多个 在男性排第四名 癌症死亡的 而且得到口腔 一年大概有7000多个 而且大部分都很年轻 都四五十岁得口腔癌 对 对一家庭 经济中针来讲的话 也是很大的影响 对啊 造成很大的社会的问题 对不起 我这样讲 我唯一的一次住院 就唯一的一次住院 就看到一个可能是 口腔癌 BMI 他几乎整个的口腔 整个的牙齿都拿掉 是的 就是 就是 癌症嘛 那 而且刚刚这个 这个主委讲到 很重案因素 都很年轻 都不是年纪大的人 对 所以这个 口腔的保健 是真的很重要 他影响到的 其实很可能是全身 是 可是我们看到 有一些的这个 呃 广告他也标榜说 哎呀 如果你的牙齿会酸软啊 这个就用抗敏感的牙 对 或者会流血啊 就通常是拿一根 那个什么冰淇淋给你 然后突然就觉得 嗯 好不能接受 对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 他可能会这样子 就是他的牙齿会酸软 或者说刷牙时候会流血 他就越加的 就觉得说 哎呀刷牙会痛啊 就不 就刷 就不太想刷 对 反然后后面就形成一个 恶性循环 对不对 对 我们最近的那个 陈寗云老人的 那个口腔健康 就调查来讲 事实上是有80%的人 是有那个牙周病的 那个情况 那 但事实上会自觉 他是有牙周病的 不到不到事成 其实很多啊 其实发现到说 有有刷牙流血啊 或者说酸软不会 其实应该是要去找 那个牙医师啊 做一些那个 彻底的口腔的检查 不要说那个 就担心啊 问题啊 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早期发现 找些治疗 可以把我们口腔健康 维持的比较好一点 尤其如果你牙龌流血 再不去弄好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牙周病的前兆吗 是的 所以这个部分 最好就是找牙医师 而且牙医师还会帮你洗牙 现在都有健保补助吗 对不对 对健保化是 纯粹能够 一般人是 就12岁以上 一年两次 一年两次 那如果说是 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 因为牙周比较不好处理 还可以在怀孕的时候 还可以加强 去做那个 那个怀孕的 那个运气 那个牙周照护 那如果说对一些那个那个老人 口干症的老人 或是一些那个身上爱的一些朋友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解药比较不容易的话 我们两个还可以这种这个牙 那个健保 三个月就一次 三个月一次 OK 所以可以善用健保 所以家里如果这些老人 就是身体不好 可能这手没力的 然后对牙齿清洁 没办法 这个非常做到非常彻底的 三个月就可以洗一次牙了 是的 你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来还要请教的是 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会磨牙 这是代表什么 怎么意思 对 我们待会回来聊 12点43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都新广 我们电台 POP抢千帽 我是郑诗长 我是汪庸和 来到现场是 牙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 黄帽山 黄主委 谈了这一期 长春月刊的 这个封面故事 错的护牙知识 让牙齿更糟 刚刚提到说 要确实的刷牙 然后最好也能够 定期去洗牙 可是有人会觉得说 怎么搞的 好像洗牙以后 牙封面大了 不会吗 我们洗牙 其实是把那个 菌斑还有些解释 确实干净 虽然说我们 就是每天切实的 去清洁我们牙齿 把菌斑拿掉 但是有些死角 可能会日期月 也会钙化 变成牙结石 它这个部分 可能就没办法用 单纯的 解牙 牙刷或牙线去去除掉 可能就需要专业的 就是去把那个 结石去除掉 那结石后来 又会占据了 我们牙齿的 那个位置 所以把它去除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很像牙齿变缝 变缝 其实是错觉 错觉的部分 因为你的牙缝 被塞 塞的是牙结石 又不是你的牙齿 是的 所以他会听起来很吓人的 吱吱那个声音 把牙结石给清除的时候 你觉得 我的牙缝怎么变大了 因为牙结石不见了 对啊 不过另外一方面 像有些小朋友在换牙 我有听过一种讲法说 之前老人家都说 你那个换牙 你要等到牙齿 自己掉 它要掉的时候 你才把它 就是你不要靠外 不要主动把它拔掉 可是 我也听到另外一派的讲法是说 它如果已经在咬了 它的新牙已经要长出来 如果你不赶快有空间 把那个 助牙拔 就是要换牙的牙 把它弄掉 你那个新牙长出来 没空间长 就会长歪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人类有两副牙齿 一个是乳牙 一个是那个横牙 我想在那个换牙过程 叫混合齿裂 就是那个横牙 它长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乳牙的牙根 慢慢慢慢吸收 那我们乳牙才会就是脱落 那横牙就会长出来 那如果说太早 乳牙因为驱使或撞到 就掉下来的时候呢 那它就关起来 关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横牙长出来 就会受影响 可能就会造成空间不够 那就会产生的牙齿 就会造成拥挤的现象 所以那个乳牙要掉的时期 最好是有 是有要注意到的部分 头太早掉的话 可能会造成就是横牙 就是空间不够 没办法长出来 因为那如果太早掉 旁边牙齿会倒下来 会阻碍了那个横牙 那长出来 所以呢 那个关于那个乳牙 那在那个成长过程中 最好还是找牙医师 能够做彻底的那个检查 不要说太早 乳牙掉了 不去管它 那可能横牙会长不出来 当乳牙掉了 横牙会就会慢慢自然而来 会长出来这个位置 但是空间要有 要适度的部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小朋友有感觉到 牙齿在摇了 不要由爸爸妈妈 自以为是的去认定说 来来来我帮你多摇一摇 让它赶快掉下来 或者说没关系 我们等到它自然掉了 再来处理 而是去找牙医师 看说是不是要 做一些什么适当的介入 是的 但我们会 我们会就会做个检查 适度的做处理 所以呢 我们对小朋友的那个牙齿 要好好照顾 不要说让它蛀牙 反正腾痛或者展身 它掉了 变成那个掉 那个就是乳牙脱落了 或者必须把它煮掉 会这样会造成 以后的人横牙而长出来 会有些空间不够的问题 以前有个家长 脑脱落的观念 乳牙乳牙蛀牙没关系 反正以后掉了 长出这个横齿来就好了 事实上你万一 在小时候的 这个整个口腔没有处理好 会影响它整个所谓 这个口腔的健康 跟整个所谓的 这个成人这种牙齿 整个长的这种一个状况 对不对 是的 因为乳牙 是它除了说 可以帮忙小朋友主角 那还有第二部分的话 它可以维持 横牙长出来的 这个空间的部分 因为它 那如果说乳牙 早期掉 那个横牙长出来 就位置会拥挤 就会都展成那个牙齿 像虎牙 它等等的一些 那个问题 所以乳牙是要 好好的照顾 不要让它取齿 如果小朋友乳牙痛了 我想对它生长 或吃东西 都有影响 甚至在到学校上课的话 它还会觉得会痛 它还不想去上学 所以学习也会有影响 所以从小就要保护 对 从小就要养成正常 这是正确的 牙腔清洁的习惯 是的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 木糖醇 对于口腔的这个作用 那有听众 他可能比较晚加入 没有听到 所以他提到说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防止蛀牙 这个刚刚提到 应该只是帮助我们 口腔环境 酸碱综合 减少酸碱 我木糖醇的口腔 只是帮忙 只是辅助性的部分 我想这是 增加拖叶的分泌 但最主要 防止蛀牙 一定是要好好的刷牙跟解压 当然如果说 对小朋友来讲 要用佛化物 天天用含服牙膏 或是定期 到走牙时涂活期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 用含服漱口水 那可以帮忙 确实有效来帮忙 防取的部分 您刚才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 叫做佛 所以现在好像说 除了这个小朋友 可以有去涂佛之外 然后我们的牙膏 通常里头都会加佛 对不对 加佛 然后你说现在还有一种佛炎 是的 我想今年11月份 我想在政府 卫护部新伙师 他们推广 就是食盐加伏 的浮化物 因为我们浮化物 除了是局部的使用 就是帮忙 就是表面 增强牙齿的保护力 就很像一个保护层之外 那如果说 从牙齿在生长过程中 从内部 就把它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强化 它防取的能力 我想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处理 那台湾当然 只没办法用凝水加伏 在香港 在新加坡 他们用凝水加伏 所以他们小朋友的 取子很少 低于一颗 那台湾呢 12岁的小朋友的 所谓的 取子经验指数 是2.5颗 香港跟新加坡 在凝水加伏 只有不少 小于一颗 但是台湾是 代孕水加伏 可能没办法实施 那我们是用的 是什么原因没办法 我想可能大家 从上次有自然 或等等 很多的因素 但是我们现在 有推出了所谓的 食盐加福 我想这是一个选项 但是目前讲 就是居家用的 我们只是要求 希望可以用 我们在家庭料理的时候 用我们的食盐 换成所谓福盐 就是福盐 或者点福盐 来帮忙有效 从系统性从小 就是从每天低浓度的 来帮忙防取的部分 可是这样讲吧 那会不会有 用量的限制 我如果多吃一点 或者说我们家 口味比较重一点 然后那个日积月累 这样吃下 不超量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这个福盐的话 它是 它的浓度是200ppm的部分 比所谓的 世界卫生署 是所推荐的250来讲的话 台湾是有点偏低 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是家庭用的 那我们希望说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 少盐 少汤 少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只要适度 少油 我们只要适度的 使用我们的福 那个盐 换成我们这个部分 就可以了 大人老人家 有没有说 哪些人不适合吃福盐 那个其实 就是跟盐 如果说你有 那个口血压等等 我等等 身上病的部分 本来就是少盐 那只是说盐的部分 把它换成我们福盐 那也是少 少福盐的这个部分 但这个只是说 在用的时候 只把盐巴 就是食盐 换成福盐而已 不是说要求大家 多用福盐 来增加食物的料理 对对对 就是说你可以 适量加一些 适量加一些 可是那个风味 会不会不同啊 其实它就是盐 只是它添加了福 而且它服务量 其实很少 是200PM 是安全可靠 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量 OK 主委因为 因为我上次去刷 去洗牙 对 有些部分 就是你自己本身 刷牙刷得太用力 造成它这种 反而当它这个 所谓牙龄部分 所以刷牙 不太适合 用全力去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用暖毛牙刷 就是两颗牙齿前后 轻轻的刷 对对 记得 而且要45度角 真的 不是横的这样 一直去磨它 不是不是用力就好 然后用力就会 把什么东西刷下来 不是 所以大家 不需要用到洪荒之力 好不好 真的 我小时候以为说 刷牙越用力越好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概念 可是有些人睡觉的时候 会磨牙 这代表什么吗 我想那个 大概是精神 这个部分 或是日用 有所吃也有所闷嘛 所以这个会是摸牙 会咬牙切死 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会造成 我们的关节 在我们牙齿 会造成磨耗的部分 甚至会看到声音 或者声咬 其实声咬 那个主角力量 会造成我们牙齿 甚至会受伤受损失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需要找牙医师 来做处理 抹牙找牙医师有效吗 我们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咬合板 那可以帮忙 适度的减少牙齿的磨耗 就是说就 就这种 你的症状来说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牙齿 不要这样子磨 就它是这样子啊 你可能还是会继续 有磨牙的动作 但是你至少不会磨到牙齿 你是磨到牙盒 咬合板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但是重点是 那能不能让它不要磨牙呢 这个有没有办法从源头怎么样去 这会不会不是牙医师的范围 我想当然是要变 现在都是整合嘛 宽科整合 那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些帮忙的部分 当然那个除了模样的话 会造成关节肌肉的疼痛 我想也会造成一些那个 这个部分我们牙医师可以帮忙的 就是带这个咬合板的话 可以避免这个 就那个关节那个所谓创级创伤 造成关节疼痛 或是主角肌肉肌的那个不舒服 我想这个可以帮忙 这个部分 它主要就是压力太大吗 可是好像有些小朋友也会磨牙 对 其实就是会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有这个部分 那其实小朋友是磨牙 其实很多都会有 其实因为当牙齿那个咬合 并不是在混合死裂的时候 就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咬合干擾 当然会有些磨牙那个情况 我想等慢慢长大 有些就会自然就会减少了 这个磨牙的可惜 或者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就是请教牙医师就对了 OK 好 非常感谢牙医师全国公会 这个公会全国联合会 主委黄茂森黄主委 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当然请大家继续收听 由Danny所主持的音乐123 我们POP抢先报节目 明天上午11点钟 继续跟大家再会了 我是王永和 我是习正习长 明天见 拜拜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 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 牵住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 就能清晰地从背后 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许完全不同 可能我想要的 我喜欢的 我爱的 都不一样 我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